因为母亲对儿子的再三叮嘱 这三种女人不能娶 再爱都不能娶 爱情和婚姻不同 恋爱时只需要彼此付出真心就行了 但婚姻不一样 男人不仅要足够相爱 还要有其他东西来支撑 子女在择偶时 父母都会提出一些标准 一般准婆婆都不喜欢这三种女人 一、没有爱心的女人 一个有爱心的女人 看起来总是天真可爱的 他们在不经意间就能拨动男人的心弦 懂得去爱护那些弱小的动植物 能理解别人的不容易 而一个没有爱心的女人 大多冷漠无情 没有同情心 结婚后很可能对你的家人 朋友多么不关心 娶这样的女人一定要慎重 二、不懂得感恩的女人 这个社会 没有谁应该对你好 对你好是勤奋 对你不好则是本分 我们应该学会感恩 一个懂得感恩的人 总是能懂得别人的好 并真心回报 这样的人 无论男女都很乐意跟他们相处 反之 一个不懂回报的人 只会觉得别人的好 都是你所应当 早已习以为常 久而久之 别人就不愿意再付出 因为很多东西都是相互的 一个不懂得感恩的女人 是不能经营好婚姻生活的 二、不信任你的女人 一段关系中 如果连最基本的信任都没有 谈和爱情 更无需谈婚姻了 试想 如果一个女人对男人说的话 总是抱着怀疑的态度 经常盘问男人 还时常偷偷查看男人的手机 在这样的感情里 男人会有种被监视 被质疑的感觉 所有男人 其实都讨厌这种感觉 因为人都期望被忍爱 被肯定和信任 若娶一个不信任你的女人 这样的婚姻很难幸福 男人都想娶一个 贤惠善良的女人 就像女人想嫁一个 宠爱自己的男人一样 善而为人 愿大家都能做一个善良的人 感谢观看